馬路大街上大白天 我們男子對著硬男子不斷叫小聲 手中的安全帽直接狂K在男子頭上 他被打趴在地拋了出去 之前其他男子沒有要救他的意思 光天白日下上演全武行 原本的雙方是約好在這個路口 一一對一來進行債務糾紛的談判 沒有想到欠錢的男子 一下車就對陳姓男子揣了肚子 造成陳姓男子不滿 於是找來朋友來助陣 直接就在大街上五打一 新北市上個月中旬原警貨報大街上 有青少年在打架 一到現場已經空空如也 調閱監視器後 發現這群人其中有些還未成年 原來被打的這名男子和一名車型男子 之前在網咖認識有債務問題 相約要談判 但沒想到少年一下車竟 突然對他踹毒害他不滿 直接讓人來助陣 少年在原地等候 沒想到真的來了一群人對他狂K狂揍 拿了安全帽還拿球棒在街頭上演五打一 民眾們紛紛傻眼 其實像這樣的青少年鬥毆常常發生 但已經不是一般的設違法這麼簡單 從這個月的17號開始已經列入刑法 只要超過三個人以上聚眾鬥毆 就是出法移送地檢署 也會算是前科的一種 嚴格列條款就是怕打架案平傳 當街全武行不只自己出法 也讓目擊民眾驚慌 結果最後報道